大家好,我是劳顺,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这边呢,还在奉承,处去并不方便 所以说最近呢,没有大规模的淘宝和产地皮 但是呢,劳顺呢,仍然不识心 偷偷摸摸出去了呢,淘了几件东西 然后呢,做起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顺便呢,想和大家交流一下的 就是最近私底下和这个网友啊,交流过程中呢 遇到的一些问题,聊一聊 最近有一些这个藏友啊 通过卫星给劳顺发了一些照片 照片的内容开挂了 这个,你要是知道的呢 是咱们这个藏友私底下交流 你要不知道的呀,还以为是这个墨镜校尉开会呢 什么样的都有 有古会合,有慕志明 有赵红冠,有药冠子 这个,劳顺是强烈的建议咱们才喜欢上 古玩这个信手的朋友啊 一定就是玩一些常规的器型 你像咱们这个,就像瓷器来讲吧 正常的一般的器型呢 就是主要常见的是 瓶、罐、盘玩 你随便拿出一种,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种类 够大家去选择,够大家去玩 完全没有必要去转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而且你一旦要是说 特别转稀奇古怪的那个那个门类的话呢 就容易买到易造品 你像老顺最近买的这几个东西呢 就是碗 对吧 这个碗呢 就是在这个四个品类里边的算级别 你如果按品类来讲算级别底的 所以说呢 咱们新接触的信手朋友 就一定要从谱品开始玩 那么这个 有的这个朋友留言呢 说是哎呀 谱品没有意思啊 没有价值 其实老顺不这么认为 因为什么呢 新接触的朋友玩谱品 然后从基础的知识开始学 然后呢 把谱品玩回了以后 就像打游戏打怪一样 一点点的一层一层的升级 等你的这个知识 积累的这个扎实了之后 再玩下一集的东西 这样事的话呢 你就不容易吃亏 而且呢 谱品相对呢 价格低廉 而且呢 这个价格透明 行情还比较稳定 说 我买了一个谱品 当学习的这个 这个 教材去用 然后呢 我学完了以后 我不想用了 我想把这个谱品卖掉了以后 你也绝对不会赔钱 好 下面我来讲 劳顺买的这几个碗 那么 锁起这几个碗呢 你就从地往告了讲 那不是所从这个 不是所从价格啊 说你怎么来衡量这个东西 是普品呢 或者怎么样的 不是完全看年代 一是看文饰 二是看窑口 再一个呢 看这个碗的这个大小 所以说你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那这个呢 是个 这个 小碗 品种呢 就不用说了 品种大家都知道 清化的一个小碗 然后呢 它的 摇口呢 不是咱们 主要的这个 景德镇摇口 是一个福建 德化瑶的这个 庆词 然后呢 它这个文饰呢 是一个变形的这个 类似咱们说寿字文的 这么一个文饰 然后呢 清中气的这么一个 德化瑶的 庆词的小碗 你像 你看一下 咱们看一看 这个底部 从它的态度呢 你就能看出来 它和景德镇摇口的态度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刚刚讲了 四个 四个气形 气形是分级别的 那么文饰 文饰也是分级别的 怎么来看这个文饰 是什么东西是普品 什么东西是告级品 那么文饰 像这种以寿字文 喜字文 如意云头文 禅之连文 这个 以符号 这种文字符号 为这个文饰的呢 在这个文饰里边 算处级的 最低级的 这个文饰 然后比这个 符号文饰 再告级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散水文饰 那么散水文饰 你如果 喜欢的朋友 你可以看我 那期这个 出口词盘的 那个文饰 米方说 那个出口词盘的 到处都很常见的 那个 南京画片 圆散尽水 亭台楼阁 散水的 那个文饰 就是第二级的文饰 那么 比这个散水文饰 再告级的是什么呢 就是画鸟文饰 画画 画鸟的 那么 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是什么呢 第四类就是 瑞兽画动物的文饰 那么 我们来看下一个小碗 就是画动物的文饰 那么 那么这个碗呢 其实它的年龄 这个碗是庆晚期的 这个碗是庆中期的 虽然这个碗 比这个碗要老 但是这个碗的等级 那么就没有 这个碗的等级高 路份就没有 这个碗的路份高 画动也 也没有这个碗 画动细致 那么下面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碗的细节 首先 很小的一个碗 上面呢 用繁红描镜 画了六支饰 它的文饰 它的文饰是咱们传统的 就相当于泰式 烧饰 这么一个文饰 那么 亚 这个 正好 亚 那个印证的这个寓意呢 也是咱们传统的 道教文化 这个 福禄寿 三性 这个 传统的这个文化 那么 胎式烧饰 捉惯的 生惯 美好的寓意 那么就是 福禄寿三性 里边的这个路 你看 六支小巿 小巿子 就用繁红 一笔一笔的 画的是栩栩如胜 每一个毛 都画的特别的细致 特别的灵动 那这就是 在民谣里边 就算是细路的 细路的东西 那么 虽然它没有那只碗老 但是呢 它的这个级别 要比那只碗的级别高 所以说你要是 如果碗分 看级别的话 就是这么看的 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碗的内部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 碗的底部 这是一只庆碗旗 同志时期 它的碗呢 也是写的同志年志 四字款 一只很漂亮的小碗 然后 说到这个文师啊 好多这个藏友啊 就说这个 感兴趣出口词 然后呢 说到出口词呢 又不得不提到 这个徽章词 那么有的藏友认为 徽章词 才是出口词里边的 这个竞品 如果玩出口词的话 最值得玩的是 这个徽章词 那么劳顺在这里边呢 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在这里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说的对不对 大家这个 共同探讨一下 见仁见智啊 徽章词 确实是在出口词里边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品种 它属于四人定制 但是咱们都知道啊 中国的这个 向外面输出 这个艺术品呢 从唐朝就开始有了 丝绸之路 兼真动度 那么从明代的时候呢 郑和夏夕阳 就陆陆续续的 往海外输出 咱们中国的这个艺术品 那么词器这一块呢 这个 始终在一开始 出口词这一块呢 是咱们向外输出的是 以咱们的文化 为主的这个文式 那么呢 在古代的时候 以咱们东方文化 为文式的这个瓷器呢 也是欧洲特别崇拜 特别这个喜欢的 你像我那时候 有一期视频 买了上个盘子 里边就是什么 一家人 这个田园呢 风格的满大人的那种文式 那个是当时 欧洲人 欧美最向往的 东方田园生活 所以说 像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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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藏词这种文式呢 四人去定制 但是呢 它并不 完全符合 咱们中国的这个 传统文化的这个审美 再一个呢 你如果是以这个 受藏 单独以受藏 这个角度来衡量它呢 你也没有办法具体去 去这个 这个 衡量哪个 家族的文式 存世量更少 你怎么来评判 它的这个竞技价值呢 它有很好的史料价值 你如果去研究 这个欧美历史的话 它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呢 你如果是按照 中国瓷器评 评判标准的话呢 那么文式里边 这个 刚刚讲了 讲到瑞寿这一来 那么 比瑞寿再告急的 瓷器里边 传统的意义上来讲 最告急的呢 就是这个 人物文式的这个 这个瓷器 是最告急的 而这个 大家伙在授藏 这个 徽藏词的时候呢 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 根据自己当地的这个情况呢 灵活掌握 徽藏词 不能代表 这个 外孝词 这是劳顺的观点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大家可以和我留言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气形 大家看劳顺视频的呢 肯定就知道了 判去吧 Punchbow 那么这个文式 看一看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文式 年代 乾隆 品种 繁红描紧 整个就是繁红描紧 那么你看 作为瓷器 词器评判的标准 那么 同样是 繁红描紧 那么这个 不管是年代 这个是 清凡期的 这个是 清散代的 乾隆的 同样的品种 看年代 那么年代越老 档次越高 那么 同样的年代 看什么呢 看大小 那么 同样是 繁红描紧 乾隆的碗 那么肯定是 个越大 级别越高 那么这就是 中国传统意义上 对瓷器 对文物的 一个这个 标准 然后给 大家看一下 细节 我呢 是特别 特别 喜欢这支 繁红的 这个 露仙灵制的碗 那咱中国 瓷器呢 讲 图必有义 义必吉祥 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大碗上呢 画了 一共 善母 总共是四支 梅化露 那么咱们有的 这个藏友啊 如果是去博物馆呢 可以看到啊 有一个 器型 也是 乾隆时期 特别典型的器型 就是 白露尊 上面有 很多的 梅化露 那么你看看 这个露的 这个画法 线条 肌肉 骨骼 它说 表现出了 灵动的画法 这是很典型的 乾隆时期 梅化露的画法 然后呢 周围呢 配的是这个 牡丹化 牡丹化呢 用的是 梵红苗尽来表示 富贵荣华 然后呢 露贤灵志呢 也是 特别吉祥的寓意 看看 这就是 清早期 梵红苗尽的 碗 它的画法 它的态智 和清晚期的 就有区别了 来 我们来看看底下 底下的这个底足 我们再来看一看 碗中性 也是画的母的 然后 内壁四周呢 用的是 小开框 小开框里边呢 画的是 四季的画绘 然后呢 在小开框的周围呢 配仪的是 网格纹 这个网格纹呢 这个锦蒂纹呢 锦蒂纹呢 也是 清早期呢 特别常用的 这个壮士文师 然后呢 那么 你看 这几个级别 符号文 扇水文 画鸟文 这个锐寿文 那么锐寿文 在下面呢 最高级的就是什么呢 最高级的就是 人物文师的 那么 看过劳顺视频的 朋友呢 肯定有 看到一期视频呢 我们去看御展 我们看御展呢 看到一个用正时期的大碗 非常可惜 那个大碗呢 碎了 好几半了 然后呢 用 用锯定锯在一起的 然后呢 有的常有呢 就说 那个 哎呀 太可惜了 那个劳顺呢 你怎么没把那个大碗 买回来呀 那个大碗多钱卖的呀 好多好多常有 都对那个大碗 特别感兴趣 用正时期的那个碗 觉得这个 随缠有美 随缠有震 对不对 还有的常有说 哎呀 太可惜了 怎么没买呀 这个这个 这这个 也就是因为裂了 那个 你才能看到 如果不裂的话 可能咱 连看到都不容易看到 就比较难得 所以说呢 人物 就是 这个 不管是出口词也好 还是内效词也好 人物的瓷器 在瓷器文史里边 就是最高的评级 那么劳顺呢 在这里边也想讲什么呢 就是说 生活很美好 不要轻易的就 放弃希望 那么 你不一定就 有一个什么 好的惊喜 就出生在你 发生在你这个生活里边 给你一个惊喜 你所不定的 那么 劳顺就 给大家看一看 带有 人物文史的 一个 用证时期的 punch bow 给大家展示一下的 我先给大家看看园景 看看这碗里边 品种的 粉采 年代呢 用证 然后呢 内壁呢 画的是这个 四季画绘 有牡丹 有这个 小菊画 然后呢 这个 劝口呢 是这个 清朝期的这个 酱油口 然后呢 内壁的这个文史呢 是典型的 出口词的这种 带有西洋风格的 这种 壮饰画法 这种 这种壮饰画法呢 在这个 用证时期 乾隆时期呢 都特别常见 来 咱们来看一看 文史 文史呢 是这个 动识画绘 庭院 侍女应戏图 那么 在这个图里面呢 画了两位侍女 和两个 儿童 在庭院 栏杆 洞石 旁边 细细玩耍 游乐的 这么一个 这个 很田径的 这么一个 一个景 这么一个景观 然后 我们可以看看 清朝期的时候 用粉彩的这种 洞石 所展现出来 这个特点 而且呢 人物的这个画法 大脑壳 仍然延续的是 康熙时候的 这个人物的画法 整体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 氛围呢 是特别富贵 但是呢 又特别 田径的 这么一个氛围 一点都不闹人 虽然 五颜六色 但是 但是 它给人的 这个感觉 很静 一点都不闹 然后呢 右面呢 也是这种 清早期 清扇带 很典型的 很油润的这种 淡青色的右面 然后呢 在其他留白的地方呢 点缀的是 四季的画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底足 看一下底足 内部 然后呢 老顺呢 又踩了一个 小地皮 希望这个 下一期视频里边 和大家分享 这个 请喜欢的这个 藏友呢 可以关注 下一期和大家分享 一个小的 产地皮的一个 一个视频啊 那个 这一期 就不讲了 那么 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